欢迎收看今天的台式晚天新闻 我是丁卢 国道上又见玩命关头的翻版 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系纸段 经线轿车失控 从外侧的车道擦撞小货车 再冲撞护栏 差一点就酿成了严重的连环车祸 而差一点遭到波及的驾驶 所幸是紧急的踩煞车 而车上装有ABS煞车系统 也及时发挥作用 只差不到半公室就一面撞上 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国道上一名驾驶 行驶在内侧车道上 准备要抄一台货柜车 没想到下一秒 另一辆K4轿车突然失控打滑 从前方冲出来 转辆车180度倒转 先是撞到一旁的货柜车 刹点卡在底下 接着在往后被弹撞的护栏 冒出大量烟尘 倒退了好几公尺才停下来 也吓一跳啦 因为是货柜车好像是偏移车道 然后碰到外线的小轿车 然后急速打滑过来 车祸意外发生在6号下午 3点多 国道1号细致南下路段 差点遭波及的驾驶 就是基隆市中沙里里长 他说当时黑色轿车和货柜车 分别行驶在外侧和中线车道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生车祸 只差不到半公尺 自己就会撞上 幸好紧急踩刹车 车上有装ABS系统 发挥功效保住一命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通常如果没有ABS的车子的话 它在击煞的时候 后轮可能就会偏向 然后你的车子就容易失控 然后ABS有作动的话 就是你在紧急踩刹车的时候 轮胎它还是有一定的控制方向 那让车子更稳定一点 里长想起车祸瞬间 还心有余悸 把惊险影片铺上网 网友看了纷纷留言 说神明有保佑 里长也说有败有博逼 博主有照顾到 要到土地公庙拜拜压压惊 而这起车祸也没有造成 人员受伤 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要带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性 记者蔡志恒新闻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